因为你题目看不懂的话 说真的 不要一直问我 老师什么题目 我说上面都有 请看 为什么要叫大家印出来 主要原因在这里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一直问 老师那个刚刚做的动作 是什么 我说这个上面都有 请看一下 那等一下的话 第一个 请你看清楚题目 题目的话 这个是易了 比较简单的 开启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为什么我刚刚一直讲 D4 这个就是首页 在第一个段落 所以你要清楚看一下 第一个段落 插入什么 一个什么logo 点GIF 那这个东西在哪里呢 其实 通通都会在这个上面 这边image打开来 这边有没有一个logo 有吗 对不对 所以 东西都在这上面 请看清楚之后 再作答 那考试的时候呢 也考这个东西 而且也考的一模一样 如果这个 这个证照考试的话 题目预先给你 你做完 我再抽五题里面抽一题来考试 考过就拿到证照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复制文字档 这个档案刚刚也看到 有这个档案 贴在哪里呢 影像的下方 所以这个部分 有点像在做Word一样 如果你会Word的话 应该就会做了 再来呢 设定什么呢 考生服务网这个标题的文字格式 这文字格式有A到D 有四个部分要设定 那这个地方就是运用什么 CSS CSS 其实就是一个样式 那这个样式呢 以前在Word里面 你可以自己定义一个样式 然后再套用这个字上面 那在网页设计也是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新增一个CSS 那CSS怎么设定 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再来设定水平线 所以你要在网页里面 怎么样加水平线 OK 然后呢 并且加入今天日期 这个格式 然后在底下插入一个 这个 这个这个影像 然后并且在 这一个 这两个文字下面插水平线 OK 那其他的部分 我想你们题目先把这些 稍微看过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逐一的把它完成 另外是页面属性 页面属性在哪里 各位可以找一下 其实这个页面属性 就是在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下方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是属性 那页面属性呢 就是 这边有个页面属性 按下去 功能就出来了 所以机关 请你一定要先自己找一下 然后最后的话 再插入一个什么 著作权的特殊符号 这个符号在哪里呢 稍微找一下 最后呢 就把这些功能做完毕之后 存档 这个网站就完成了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